双手肿烂案例 所以就选择使用原始点方法来调理 调理前症状 手背部很痒和起红点 因挤痒而挠伤了手背 导致破皮红肿伤口流水 调理细节 心态 坚信原始点 完全配合落实原始点调理的各项细节 愿意改变错误观念 保持良好心态 按推 每天到中心按推 肩胛 手背 手肘 原始痛点 饮食 温热性饮食 八宝粥 加姜 五五杂粮米糊 面等 不吃寒凉食物 不吃水果 炒菜 加姜片 辣椒等 热性调味料 少油 少盐 少加工品 全素 温热饮食 内热源 每日用35克干姜片 煮姜汤喝 15分钟至半小时 喝一小杯 全天分多次喝 让身体热能得到均衡补充 不喝隔夜姜汤 外热源 白天和晚上睡觉都撒上姜粉 然后隔层红红豆袋 进行长时间纹服 避免寒凉环境 不碰水 睡眠 每天保持八小时睡眠 运动 甩手 拉筋 各半小时 学习 坚持学习原始点理论 掌握正确观念 第一天 按推肩甲 手肘和手背原始痛点 过后手背的痒 得到明显改善 义工分煮回去撒姜粉 隔一层纸巾包裹 再敷上红豆袋 温敷 第一次撒姜粉的时候 手背有辣辣的感觉 再敷上红豆袋 整只手就热起来了 敷完后 整体感觉不痒了 第三天 因为帮丈夫推姜以后 用冷水洗手 整只手肿了起来 还涨了小水泡 于是便用姜粉加红豆袋 全天温敷 第六天 双手水肿的情况稍有改善 伤口开始结痂 继续严格按照原始点方法条理 保持良好心态 不让情绪影响修复能力 第六天 第十天 第十天 双手背部开始油水排出 持续消肿 继续撒上姜粉 全天温敷不便 第十五天 完全消肿 伤口愈合 结痂已大部分掉落 个人反思 因不听志工指导 帮丈夫推姜以后 在手辣的时候 都用冷水洗手 加上贪吃太多水果 因此导致双手发病 经过这次的经历 我再也不敢乱吃寒凉食物 虽然我的双手看上去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但是我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我深信原始点医学 在调理的过程中 因为担心丈夫的病情 情绪不稳而导致我的另一只手反复了两次 经过持续耐心调理 才慢慢得以改善 这让我深深体会到 情绪对身体修复的影响 竟然是如此之大 感恩张医师研发原始点 感恩志工们的心情付出